今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介紹一個課程給你認識 這個課程的目的名字叫做知見心理學 這個課程是我老師叫Chuck Spissano 他是一個美國人和太太Lancy Spissano 他們是創辦的 我先介紹一下他們的背景 他們是住在夏威夷的 他們在世界很不同的國家都有舉辦這個課程 Dr.Chuck是心理學博士 他早期讀完書之後 他剛剛有很多越戰打仗完美軍回到美國 他們有很多戰後的心理創傷 他就從事那方面的治療 在那個時候他累積了很多這樣的經驗之後 他就發現了一樣東西就是 原來其實那些越戰的士兵所受到的創傷 去治療他們的方法 其實都可以去幫助到我們普通的市民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生活裏面 我們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瓶頸 障礙 尤其是心理上的障礙 以致令到我們生活沒有辦法 可以能夠很有效地去過我們想要的人生 於是他就開始做這個課程了 所以這個課程做一做一做一做 這個課程是有兩類型的 今晚我是介紹其中一類型給你們認識 他分析哪兩類型呢 第一件事就是工作坊 workshop workshop 通常都是兩天起 三天 四天 五天 甚至十天 就完成一個工作坊 這個是一類型 另一類型就是我們今晚要講的 就是一個叫做領袖三十堂 領袖課程三十堂 step to leaderships 顧名思義就是有三十堂 這個領袖三十堂好像是一個工具箱 很有系統 很有條理 將這個課程裏面的一些深入的心理學的東西 就用一些比較一般人可以明白的說話來表達出來 OK 好了 這個課程呢 以致同學上了這個課程之後 再去上工作坊 就更加有效地可以幫到自己 可以解決到自己的問題 可以療癒到自己的問題 這個課程是這樣的 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所產生出來的 好了 那 言歸正主 講講一些背景之後 就講一下肢健心理學 POV 簡稱POV psychological vision 究竟是講一些什麼來的 講一些什麼來的呢 其實我本身就從事培訓工作很多年了 十幾年 今晚很開心見到一些 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 OK 在這十幾年 因為我自己工作的需要 同時我自己興趣的 也是我的興趣 所以在十幾年來我都不斷去上一些課程 這個課程呢 在我上了這麼多課程裏面 它特別的地方是哪裏呢 就是它是很有系統的去表達出我們人的一個成長的過程裏面 當我說成長呢 我不是說從小孩變成大人 我講的是一個人格的成長過程 換言之 直至到你 離開這個世界 你其實都是在一個成長的過程裏面 中人都有講的 學無止境 學到老做到老 我們人格的成長 一樣在我們人格上的成長 其實是不斷的可以進步的 博士特朗普就研發了這個所謂的三角圖 我們叫他做 這個三角圖其實就是在講的 當我們一個人成長的過程裏面 會經歷一些什麼階段 同時間會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好像一個地圖這樣 你未去到一個地方 譬如說你想去旅行 去西班牙 去巴塞隆 因為我今年暑假準備去那個地方 首先我想去那裏 我當然先搜集資料 看看那個地方是怎樣的 其中一個搜集資料就是那裏的地圖 那這個地圖 在十年前我上這個課程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上呢 話說就是我這個公司的拍檔 我的合作夥伴 他就上了這個課 他就拿了我一張 這些迷你版的三角圖給我看 我一看我就驚為天日 就是我有種很震驚的感覺 為什麼會很震驚呢 就是我可以將我自己在那時候 我自己的過去的經歷 和這張圖做一個的印證 我發覺是非常吻合的 我就很嘆為觀指 所以我說在哪個高人 可以能夠將人生裏面 會遇到的東西 能夠這樣羅列出來呢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課程 肯定有些了道 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 所以我就去那時候 我就這樣上這個課程